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,日本前首相鸠山游记夫于16号至17号以私人身份访问南京,并于17号上午参观了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。 当看到遇难者悲惨的图片和影像时,鸠山先生双手合十,默默祈祷。 今天上午9点半,鸠山游记夫来到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。 在馆长朱成山的陪同下,鸠山游记夫详细观看了馆内的影像及图片资料,并认真听取了讲解,整个过程长达一个多小时。 看到遇难者悲惨的图片和影像,鸠山先生双手合十,默默祈祷。 随后,鸠山先生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公园,种下了一棵银杏树,并表示,在将来银杏树开花结果的时候,能够再次来到这里。 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,鸠山先生写下了有爱和平四个字。 为了表达自己对中日两国事态友好和平的美好愿望,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名字中的游字写成有意的有字。 在听我讲述这段历史,对这个历史的一些细节还经常插话,问个什么。 刚才在这个和平舞台上,包括他最后给我又复苏了一篇,他觉得我们在这个和平舞台上这两句话他很感动。 不是为了复仇,而是为了铭记历史教训,为了大爱,我们应该永续世界和平。 他这句话让他很感动。 最后他给我说呢,希望这个战争的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乎什么,希望呢,这个我们为了和平而多出力。 感谢观看